台东26号新增一例确诊者 由于26号确诊个案 以及累计匡列人数 多为泰玛里金峰乡名 县长饶庆明表示 从27号起将与两厢 提早进行启动快筛 县府也将在全县登社快筛站 28号起开放有症状的民众 前往快筛 目前预约方式才现场报名 以及电话预约 快筛地点在金峰新兴村活动中心 以及泰玛里卫生所 今天新增一例确诊者 县长饶庆明表示 过去两天已经指示环保局 针对泰玛里以及金峰两厢 进行全面清洁消毒 而从而7号起将在两厢 提早启动快筛 27日起 泰玛里金峰两个卫生所的 社区快筛站 率先启用 27、28、29、3日 全天总共有30个名额 31日起就被恢复下午诊字 金峰箱卫生所 27、28、29 全天会供应15个名额 曾经参与邻家小馆新居落成宴会者 已经被匡列的民众请落实 一人一户居家隔离14天 未收到隔离通知的请尽速预约快筛 另外要提醒民众目前快筛对象 仅针对曾经参加铃家小馆宴会者 以及出现新冠肺炎症状者 无症状者请勿浪费资源 记者陈亚如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